护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顾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十个方法旨在忏悔罪业 才能发起禅定 第十法 五神忏 还得具备禅定与空性质 才能得以承办 这十法是渐进的 先经过前法的修持后 罪业自然会渐渐轻 禅定也能渐渐升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灿尾分为是灿与理灿 一 是灿又名 做法灿 有相灿 是灿者 分成 则心灿 做法灿 取相灿三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择心忏者 比如耐心不好 怕麻烦 没有尽心之类小博士 要自行择心忏 2. 做法忏者 比如我伤害了你 我向你发露忏悔 获得你的原谅后 就忏悔清静了 发露的对象 除了被自己所伤害的外 也可以向高僧 大德或佛菩萨 发露忏悔 三. 取向惨是属于杀道淫妄语的重罪 要灿到重罪灭却的几项 这重罪不只是今生所犯 也通过去是带来的罪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常见的取向惨 比如修八十八佛惨悔文 方等惨 大悲惨 八华三昧惨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李灿是无相残 无生残 一名十相残 李灿是由李帝通灿悔 李帝是诸法本空的般若 所以要进入李灿 要先具足拨着公关 一 关普贤心法经说 一切夜障海 皆从妄想身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十相 重罪如双路 贵日能消除 关最信本空的般若 即是十相残 二. 一切罪业 都是由妄想所生 方妄想本空 入于十相 十相无相 所以了无罪相 罪相犹如早晨双路 智慧的太阳一出来 就消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一切罪相 一切罪相都将被波折十相所照破 这也是所谓 罪从兴起将行灿 心若灭时罪已亡 罪亡心灭两局空 此则是民真忏悔的道理 关最信无声 就是属于理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罪灭相 经过智诚忏悔一段时间后 大家都能感受到业障 有所减损或净化 这时会出现所谓有的灭罪之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于要多久才能感受到灭罪之相 乃依于业障轻重 以及 至诚心深浅而有差别 智者大事 用五种情形 说为众罪灭相的象征 医者 自觉身心清理 身子比以前健康 情绪 情绪比以前安稳 心理上的烦恼 也没一切那么重 身心感受到 所未有的轻盈 二者 得好锐梦 过复读朱林锐意详 智者大师 修方等参时 修到顺向先前 在顶中 看到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大道场 自己坐在高广的大座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口诵法华经 出订后 心神荣尽 爽利长日 身心比之前 感到特别的 请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者 善心开发 比如 发起过去所没有 也不会有的慈悲心 或待人出世上 显出所未有的包容力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是坚振得禅定的象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座中绝身如云如影 这是灿悔后 相应出禅 未到地定的神行效应 一起由业障的进化 加上请修止观 相应禅纳 得以先镇住 未到地定 再由此深入 诸产境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业障消除 开发了般若慧的善效 过去 无法了解的法意 突然就此相应明白了 在翻过去看过的经典 以前不懂得 以前不懂得 现在大致都能懂了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因此 如 Navy 懺悔的功德如此之大 但因众生在无名妄想的覆盖下 把懺悔一事 只在做错事的事向上转 一心一意 在维护自我的尊严与自我利益 对自己的缺点 都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对别人的缺点 则在分别妄想上 清清楚楚 紧紧计较 会赞叹公开忏悔者之所以很少 还是因为当中必须具备智慧之言 才能看到忏悔的殊胜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夫的心都是向外看 只看别人的缺点 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圣者则是一心观察自己的盲点 不会在他人的缺点上 做文章 做文章 就如慧能大师说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无非 我非自有过 他人的缺点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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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 831 1673 03 831 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星期六三时系列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惠太法师 惠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 989 9319 03 989 9319 03 989 8686 03 989 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挺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中文字幕提供 医院展示 北京资留寨 冒防疫情前 兼明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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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